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师妍妍 这节课,我们说一下卡莎后期团战的细节以及注意事项 我会从团战定位、团战站位、大招使用、团战打法、后期如何抓机会和抓单注意点至六点来给大家讲解 教大家如何在后期接管比赛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团战的一个定位 卡莎这个英雄可以说是一个刺客,也是一个C位 类似于维恩,可以安稳地去打前排 也可以像刺客一样找机会去突进于后排 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很喜欢玩这个英雄的很关键的一点 不比那种传统的AD就一直在那安安稳稳地去打一个进来的一个人嘛 这个英雄相对来说更加灵活一点,比较多变 二,团战站位 一,对面有突进威胁到你的时候,猥琐靠后 有人威胁到你,你就猥琐在后面,能A谁A谁 但是要时刻注意着那个对你有威胁的人的一个位置 他进你退,控好距离,队友控制到再输出 这里要再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在打AD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那种,很多人可能会去突进你嘛 那我们这个AD的一个回头时机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们AD最重要的一点是控好自己的一个平A范围 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对面的一个人在追我们的时候 我们,他并没有,就是说,跟我们贴得特别近 那么我们是可以不停地去走A的 如果他跟我们贴脸到了,我们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要回头走位 而是先开启技能,一技能拉开距离 或者是说任何方式闪现等等 只要你能拉开距离,首先拉开距离 然后队友这个时候肯定是不可能放任一个人去追你 等他们空到,立马回头打输出 但是你这个跑肯定不能跑太远 以免队友空到你可能回头够不到 那这个时候要对自己距离的一个把控方面要做得很好 二,对面威胁不到你的时候 安心输出前排 对面没有人能威胁到你 你就安心打输出 他这个英雄就是打肉也很快 打脆皮也很猛 所以说如果他没有什么人能威胁到你 你基本上是能怼谁怼谁 注意但是注意对面后排的一个位置 是否有机会配合队友 然后R上去去秒到对方后排 这两点都有一个共同性就是 你的一个注意力啊 都是不仅在A眼前人的时候 你的一个注意力余光 都是会瞟一下对面一个后排的关键一个人 对啊,比如说我现在在那A前吧 A着A着突然 我注意到我方皇子突进到后排 立马一个切到后排去 跟他一起把后排秒了 再和队友一起回过头来去杀这坨肉 这就是我们在注意力方面的一点 这是站位两方面啊 其实都主要还是时机问题 什么时候该进去 如果不该进去 你这个位置怎么去站 你那个回头是不是变成天脸的是立马回头呢 对吧 这些都是应该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三,团战大招怎么用 一,进场 二,反打 进场的话是有机会秒摧皮就秒摧皮 反打 对面有人威胁你 R技能你就要捏着 关键时候利用R的一个护盾 还有E技能的一个位移去反袖 你们要记住 你们的一个大招 不要就是说 明明你的一个生存环境已经很危险了 还要随着面子去 看到有一个人头可以抢 立马放R把那个人头收了 导致你收到这个人之后 你接下来的一个生存环境呢 非常的困难 不要这样 不要当一只人头堕梗 我们要一定要把我们的R的一个作用 在就是说发挥到极致 我要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去用它 如果你是大优势 那你的R怎么去招 那我们就不太管 据说你把这个人秒了 你们大要是 你下一波你没有R 你一样可以打 对吧 但是我们这种东西就更加考验 我们在劣势的时候 一个carry能力 进场 那就是我们在第二点收到的 你一个看到打的时候 我们的注意力 是在敌方脆皮 和对你有威胁的人的一些身上 然后反打 谁对你最有威胁 你就时刻是要躲避 对你有威胁的那个人的一些技能 打 然后要R躲避掉一个关键的一些技能 才能去反反袖它 四团战打反 一优势团或者是说军势团 先消耗 怎么去消耗 后期进化W之后 W的一个伤害它是非常的高的 并且有三层电疆 打之前你是可以偷偷摸摸用W消耗一下 尽量在阴影处打到对面的一个身上 反正是有一个反环WCD的嘛 所以后面的话是用这个消耗一下 也是不错的 而且三层电疆 万一你能那个打到脆皮的话 其实伤害还是非常可观的 这是一 先消耗 二 利用R1的灵活性 突进后排 打起来 注意对面的人身上的电疆效果 可以R进去 AQ打一套 你感觉你这波 就是有机会继续操作的话 你就一一拉开距离 等队友或者是精神 拖延时间 然后起来之后再一 这意思就是说 你感觉你RQ进去 威胁不非常大 你觉得你一拉开距离 可以操作一波 你就直接一拉开操作一波 如果你感觉你RQ进去 对面有关键性的大招 要甩你脸上 立马精神躲起来 拖延时间 起来的再安逸 配合队友 再秒掉你突进的这些人的旁边 对吧 再把你突进的这些人秒掉 这就是 在你优势的话 或者是和军事的情况下 才能考虑做的两点 也不是说 特别是第二点吧 消耗这一点还好说 在什么情况下 你都可以用 特别是第二点 利用R1灵活性 突进 突进货牌 AQ打一套 就是说 骗一下技能 这些东西 是尽量是要在优势团 或者是军事团 这样做会比较稳妥 这里我们也来看一下素材 我们来看一下优势团 我们在这里提一下 刚才说过优势团 应该怎么做 我们没有人 我们没有人威胁到你的时候 可能就是暂时去安稳地输出一个前排 用余光 挑到敌方后排 是否有机会突进 配合队友突进到 有余瞬间的机会 直接R进去 配合队友收掉后排 再回头去打那些前排的那些肉啊 之类的 看一下这里这个视场 视频 然后看到这里 我们这边一个卡特 贼勇猛的一个人 冲到了人群当中 吸引了四个人的一个仇恨 然后瞬间残血 然后被敌方秒掉 这波我们少了一个人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优势 还算是可以的 所以决定是继续去冲 去冲进去的 这里前排 对方的一个前排 是有一个 还算是挺顺的的一个刀妹 那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 能A谁A谁 并且我们分析一下 敌方的一个站位 刀妹在这 虾子在这 风女在这 金克斯在这里 对吧 然后我们的一个黄子 是在这一块的 然后我们首先能A刀妹 A刀妹 然后虾子突进过来 离我们最近 那我们肯定直接是 输出虾子 输出虾子 然后看那个黄子 看黄子的一个位置 一个EQ 就是说 二到对方后排 我们前一秒 还在A刀妹 但是因为我们的余光 在朴着这个黄子嘛 所以下一秒 直接就突进到后面来 配合黄子 杀掉这个虾子和风女 最后再收掉 对面的一个金克斯 剩一个顺风刀妹 也没有什么用了 咱们这个时候 肯定就是直接就 再回头杀掉这个 唯一的一个顺风的人 对吧 这就是打团 优势团 我们第一时间能打谁 第二时间的注意力 在神身上 第三 按R的一个时机 这是我们打优势团的一些 注意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军事团吧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军事团 是准备在这个小龙坑这里 爆发一波 战 就是说战争 对吧 然后我们和队友 在这里打龙 然后看一下地图上的一个动向 这边的一个人 对对面的人都从这边赶过来 那我们看到了 肯定是立马往这个龙坑里站 为啥 因为 你们要注意啊 以后在 无论是大龙坑 还是小龙坑这里打架 如果你有闪现这个技能 你感觉你这个位置很危险 你往这里 往外跑也不是 往这跑的话也不是 往这跑可能 就是说 离队有太远 你输出跟不上 但是你在这站也很危险 那么你们尽量往龙坑里面站 这样万一局势不对 你闪现走就完事了 所以说我们在边打 边往里面靠近 然后看队友这边的一个动向 首先我们在 优势或军势的时候 同理都是第一时间 看到一个 能A到脆皮的情况下 先A脆皮 然后看到 对面一个妖姬突进来 好 收掉妖姬 然后E技能 追上去A死他 然后突然发现 抓到了一个 残血的一个 侠 那么我们直接R到他身后去 把这个人收掉 然后再继续 作为收掉 剩下来的一个 几个人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这波团战 我们站位的一个 一个变化 先是A这个龙 然后对面的人都 从左侧走过来 我们先把距离 往里面拉一点 好 然后看一下 我们最先能A到的一个人 最先能A到的是 颜阙派克和 马上突进来的一个妖姬 对吧 为什么这波要先E 先 好 这波我是先E的隐身 因为注意到 这波颜阙它的技能 是你看 它技能什么的 都已经是中了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位置 颜阙第一时间 也不可能打不到我们 所以我直接交易 摘下我们这个攻速 然后收掉这个人 然后再 左A到这个前排 余光漂到这个霞 然后我们准备 用R技能突进它 它在人家发二的时候 我们一边左A拉开距离 用E技能 隐身 就是说 凯一波 视野这样的东西 然后最后平A 收掉这个 对面辅助的一个人头 这把的话 团 其实是一个军事团 从 人头也能看出 还有防御塔 你们也能看到 其实两边这个防御塔 什么的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人头比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就是这波小龙 小龙的一个 一波战争 给我拿到了 这么多人头 那这把基本上是稳了的 就是说 这你团战的时候 你一个战位的调整 和你放智能的一个时机 第一时间A谁 第二时间A谁 R技能下一秒跨到谁身上 这就是军事团 我们再往后看一下 烈士 烈士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烈士的一个团战 一 我烈士 队友优势 那 你就利用R技能 跟队友一起突进 因为你队友都是 优势嘛 那就你是烈士 那 你反正队友像 上三马的个皇子 如果那把我是 烈士的话 皇子突进 你直接R过去 配合队友拿人头 他捡人头就完事了 以打脆皮为主 因为队友优势的话 他是肯定会突进的 那么你就用R技能 跟他一起混人头 然后他们突进的人 一般也是会选脆皮 那你这个时候 能跟他一起混到人头 你再回过头来打肉 也无所谓 不然你烈士 你一心怼着一个前排打 也没有什么意思 甚至你可能打不动 所以 这里就多配合队友 去收后方脆皮的一个人头 反正队友是优势 二 我优势 队友烈士 那这的话就是 你只能能打谁打谁 千万不能 觉得我这波进去 可以秒到对方脆皮 然后你死了 绝对绝对不要这样 因为你优势 队友烈士 那说明对面优势的人 有三个 就出了下落 对面优势的人有三个 而你们优势的人 只有你和辅助 辅助还就不说了 所以 在只有你有优势的时候 你们最忌讳的是什么 不要用自己 去跟别人去换 这个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是优势 你跟别人换 你这波团肯定打不赢 因为大家 队友都是没装备嘛 又比较废 那你一个唯一的优势的人死 或者说跟对面的一个脆皮AD换了 别人只会觉得他赚了 我们这边的一个下等码 跟对面的一个上等码给换掉了 所以在劣势的时候啊 就要分这两种情况 是我劣势能还是我是优势 那我是优势的话 那你一定要是能打谁打谁 就基本上都是 say 突进打谁 能活到最后一秒 就是最后一秒 然后能先收掉谁 就先收掉谁 一个人切后白很容易被击过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你是优势嘛 那他们肯定就是说 会去搞你 就盯着你 啥技能都给你 不要那个时候跟我说 哎呀就我是优势 然后对面人老盯着我 其实也是一个实际问题 你盯着你 那你就等他进来 你再去利用你的一个反应能力 意志能转现等等 去躲避他的一些突进嘛 但是你主动先进去一点 那别人盯着 那不很正常吗 那你可能 走位都不需要 走位就撬辫子了 这就是第二点 我优势 就是说队友劣势的时候 三 我和队友都是劣势 这种情况 其实就是比较难受的一点 一 手塔发育 脱装备 劣势记住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出去打架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出去打架 你们本来就没有装备 你们出去打架 一般都是送死 就一直打一直死 一直打一直死 一定要多守塔 守得住塔 就有机会发育 拖时间 只要能拖到后面 大家都是大呼吸的 谁还存在于前期 优不优势 劣不劣势 这种说法 没有 大家都是一波团的事情 所以记住 练势不要盲目的跟着队友去打 守住塔 记住守塔 只要这个游戏 塔不掉 你们都有机会翻盘 只要塔不掉 都有机会翻盘 二 抓单 抓人 不打五一五 守住塔的之余 利用自己的灵活性 配合队友去抓落单的人 拖到装备起来 一定 几个 多抓单 就配合队友 搞抓单 能在练势的时候 能拿到一个人头 就拿到一个人头 那一个人头 都是让你 就是说 为下一波打团做准备的 我能装备好一点点 你就有更多的一个 翻盘的机会嘛 所以在练势的时候 一守塔 不要随便出去打架 二 抓到单 配合队友 R上去 把这个人头收掉 这里 我们也是来 整个历史团的话 我们也是来 看一下素材 我们先来看一下 双方的一个阵容 那 这里 虽然人头 好像比对面 多了两个 其实 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一个塔 我们这边 只剩下一个高地 对面是三座 这个二塔 全部在 所以说人头 人头呀 是这个游戏 最虚伏的东西 只有塔 才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看一下 这 呃 我们这边的是 这个 挖掘机 蛤蟆 武器 艾克 还有卡莎 我们这边的人的 一个特点是 手有那么一点短 给别人贴脸的话 可能比较厉害 就是外界机 还有武器啊 还有蛤蟆 给别人贴脸比较厉害 然后对面这把的阵容是 暴女 船长 好像还有一个金跟丝 大眼睛吧 就是这种手 非常的长 加上 这个减速玩啊 阵容限制啊 比较厉害的一点 其实这把的 这把的一个打团 非常的难受 那这把的这个烈士团 我们怎么来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感觉到 别人在打这个大龙 首先W探测一下视野 不要第一时间走进去 然后在这里 在边缘的位置 先看一下 对面大概人的一个位置 好 不要急着上去打输出 你看队友在旁边打下 但是我还是后撤了一下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 有几个人 干他衣服 要过来干我们的一个样子嘛 所以说我们先后撤一下 看大概的一个位置 突然发现这个金跟丝落单了 立马走上去AQ 输出对面的一个脆皮 然后这个时候 距离我们最近的是这个 船长 能A谁 A谁 然后发现追不上了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冲动 不要R去追他 然后打离我们最近的这个键模 然后该交闪就闪现 直接交闪躲技能 然后回头一个W 射到这个大眼睛 R进来突进 然后把脆皮收掉 一个E拉开距离 再把这个暴女收掉 然后再去追击 最后剩下来的这个船长 然后其实这波可以捂杀 但是作为一个AD 老是下意识的会去帮团队 去A掉这个桶 你看 老是结果导致这个人头 被这个队友给收掉了 所以这波只能拿个四杀 这也怪我有抢播症 看到桶子飞上A 因为有的时候嘛 A桶这个东西 AD的手稍微是要长一点的 你不A一波局势 很可能被这个桶炸没了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 这波团我们的一波决策问题 首先中后期没有视野 对吧 立马往队友那边赶 感觉他们在打大龙 往他们那边赶 没有视野 先用W照一下 探测一下 看对面是不是会在草里赢我们 然后他们确实打起来了 跟在队友后面 然后不要第一时间上去输出 观察一下对方的人的一个站位 看小地图 金格斯在左边 大眼睛在这里 船长在这里 这里有三个人 说明左边有两个人 那么我们这边对我们比较有威胁的 就是一个暴女和这个大眼睛 大眼睛伤害也是贼高 首先往往这里观察一下 然后突然看到一个落单的金格斯脆皮 立马抑上去 AQ一下收掉人头 然后能A船长 船长跑了 回头继续 离我们最近的 该闪现时就闪现 闪现躲掉关键的一个大招 回头一个W 再位移过来收掉对面的一个脆皮 然后一起拉开距离 躲掉暴女 就说让暴女第一时间打不到我们 最后再去追击 跑得最快的一个船长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本来只剩一个高地塔 只剩一个高地了 就是这波团战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上的一个时机很对 我们上的一个时机很对 和一个注意力很集中 余光又飘 余光能找到这个金格斯的一个 一瞬间一上去把它A死 然后又能飘到对面的一个大眼睛 被我们W砸到了 那再R过去收人头 然后再E拉开躲开抱你这个技能 所以一波局势因为正后期的一波团战 这里是这里是一波了 所以后期不就是一波团的事吗 一波团打得好就一波了 这就是劣势 劣势更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刚才回想一下 劣势它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这个第一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对面首先你是要干嘛呢 我们来理一理这个思路啊 一你首先在打的时候 你看一下对面的一个 人人员的一个分布站位 哎这边的人是对你有危险一点 还是那边的人对你有危险一点 然后对面的技能是不是交了 当然我们做一个AD 虽然话是这么说 说是要等一等技能再上嘛 但是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等的太久 很有可能 对我都死光了 所以说这个等待 不宜太久 而是至少是这一秒钟 这个人刚刚把这个技能交了 我这一秒可能就可以出去 打这个人 就是这段时间可以打他一下 像帮你技能交了 我可以这段时间就立马上去 他Q一交 我可能上去A一下 然后注意到 那个有人落单 立马引申上去 把那个人收掉 然后能A谁A谁 对吧 A的这个人跑了 不要强行去追 有的时候我发现 你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毛病 就是我在A这个人 我快把这个人A死了 不行不行 这个人跑了 我要二上去 把这个 把这个我一直在A A的人收掉才行 不然我做一个强迫症 很难受 千万不要这样 我碰到好多次 你们打一个人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人 还有一点少肉 你A的N多下 最后发现 不行啊 我都打了这么多下了 他还闪现了 就一撕血 我还是把他收了吧 那这个二进去 人家可能有什么精神 又有对了一个保护护盾啊 等等 导致你二进去没收掉 完了 然后你就死 那一波团局势 肯定就不一样 所以说 在特别是烈士的时候 你们不要急 掌握好上的一个时间 和利用隐身 这个特点 看能不能一瞬间 拖到残血 然后再上去收割 然后再利用你的一个 电章和队友 打出来的一个电章 R到关键人身边 就收到这个人 E技能 等等 用平A 然后减下 E技能的CD 又可以打第二波的一个E 最后 打一波团战 劣势 就是反应的话 要比优势 要更快一点 想得更快一点 这就是烈士团上的一些 处理吧 和注意的一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点 如何抓机会 一 利用以多打扫 卡莎比其他的AD 他更好的一点 是在于一个 R技能的支援 所以中后期 多利用R 支援到队友身边 完成一个 以多打扫 二 抓单开团 确保自己 打得过对面脆皮的一个情况 卡在视野一处 W丢中 可以R突进 AQ AA 对面AD有位移 或者是自保的话 那么R 不过去 之后 记得A 跟随他的走位 而走位 就是按他的一个帐位 而去改变自己 移动一下 自己的帐位 跟着他嘛 然后对面AD 没有位移的话 就突进去 直接秒掉 后面只要你能招大单 这个是不用说的 基本上是AQ A两下直接没了 他一个后期伤害 是非常高 这里我们 这两点 我们也是配合素材 看一下 第一个 利用以多打扫 劣势要记住 劣势是什么 我们劣势说明了 我们5v5 可能会比较难打 所以劣势的关键点 以多打扫 只要你们能秒掉一个人 那么就瞬间把它秒掉 不要去省技能之类的 直接把它秒了 那这样 你本来就是劣势 你们让对面少一个人 你们下一步就会好打很多 像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再来继续观察一下 上面的一个情况 我们两边的兵线比较差 人头比也落了8个 然后对面最顺的人 是这个阿卡利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阿卡利的伤害 同样是15级 这个一瞬间 好 瞬间残血 这阿卡利是最顺的一个人 我们首先是能A谁 A谁 对吧 然后一般 如果现在是优势团的话 我肯定会跟你们说 这个R就不用随随便浪费的 队友马上就会追过去了 所以说不要急 到二技能留到下一波 但是不 劣势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到是 立马使对面少圆 特别是 如果这个人还是对面最顺的一个人 直接二技能收掉这个人 然后再回头能打谁 就打谁 跟着队友这个 平A而平A 去追击他 然后第二点 你们在越塔的时候 和追击的时候 不要上头 就比如说 哇这波打赢了耶 我不要追着追着 追到塔下去 然后有可能被文一个一闪 一到墙上呢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当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如果你实际上这样去做的 可能真的就发生了 所以像这里 我们杀了两个最顺的人 不说两个最顺的人 最顺的阿卡利 然后剩下这个维恩 这维恩还想回头打 你看我们在A的时候 一边A一边往后拉了一下 然后永远不进塔 就在这个塔外的这个位置 去A他俩 就是说不会上头 然后直接这波 拿掉了一个四杀 然后我们刚才 也给你们分析了一下 我们这个地图上的一个局势 兵线很差 说明我们这把真的是不是优势 而且人头比特别的 就是差了八个 还有我的战绩 其实跟我比较熟的学员都知道 我玩与第一班都是那种非常谨慎的那种 如果整个局势不对 我肯定是死的最少的那个 所以这把我都是负战机 可想而知这把的局势是很艰难 但是 我们在对线的时候 肯定是要保证自己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嘛 所以说这个维恩 他的装备肯定是没有咱们好的 那打的时候就是 能瞬间秒谁也秒谁 一定一定要不要放走这个优势的人 后面就是就算杀了一个最顺的人 也不要膨胀 也不要膨胀到A着A着月塔了 一样边A往后拉一下 好再回头A丢技能 平A在塔外去收掉这两个人头 就是因为我们的谨慎 我们打英国团 血可能还是满的 然后人头也都 也都长布都收掉了 这个就是 烈士所说的一个 以多大少 只要能让对面瞬间扫援的话 也是可以的 不过 如果那个人 就是说尽量的话 那个人是比较顺的人 不过说句实话 你们烈士的时候 突进来的那个人 肯定也是 优势比较大的那个人嘛 一定要把这个优势大的 尽量是直接收掉 那接下来的一个团战 你们就会好打得很多 就就是 以多打少这方面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 刚才所说的一个 第二点 就是抓单 抓单 就是突然有个人 走位失误抓到他的 或者说这个人 位置跟队友 对他的队友站得太远了 这里我们也来看一下 一个缩材 像这里 为什么 为什么我吃亮波 感觉 战绩这么的不好看 我突然发现 我们来 继续打之前先分析一下 看这个地图上 这个形势一看 局势不对 人头比落了八个 然后我的战绩 也不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的杀人书 还是有六层的 这事实证明 我是玩玩卡 啥还是特别爱出杀人书的 我感觉 杀人书这个装备吧 要是队友劣势的话 还是挺容易 拿来翻盘的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的推塔 该不要的塔的时候 不要 然后刚才说的 抓单 对吧 这难道突然走位失误了 可能是能 不要上头 往后撤 因为感觉局势不对 立马往后拉 然后这边的人开起来了 队友就算突进了 你看这个时候队友 是不是全部突进了 一般你们有些人 忍不住的人 可能这个时候 直接开一 就上去追队友了 不不不 一定要忍住 看清楚对面的人一个动向 好 四个人回头走 一个猴子突然回头 那说明这个猴子 是有一个想法的人 他心里想的就是 你们这群人 这不要突进了 好 我一个回头把你们AD秒 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想的是 W接了 然后往后拉 看到没 这要是队友突进 一顺点 咱们直接往后拉 然后AA 直接就把这个人A死 然后再回头去输出 接下来的几个人 左A 左A 然后一个W收掉这个 准备打中这个女警 结果这个女警 闪现了 难道他们不知道 有个词叫做 虫王齿寒吗 你让他 你让我的W 射中你的男刀 那你下一秒 肯定也是要死的 那这波又是劣势 就是因为我们一波 抓机会 我的上书 瞬间二十层 法强有七百 然后直接一波 就是说推到别人的一个 高地可以一波了 明明前一秒钟 明明前一秒钟 我们这个局势 被别人压过来了 后一秒钟 直接就推到别人 这样一波了 可然而止 团战 在后期 他一波团 你的一个发挥 对整个局势 是有多么大的一个影响 很多人他打一地 老实跟我说 团战对面人老秃 什么就是猴子吧 老秃 一下子把我秒了 烦死了 我都怎么怎么怎么样 队友都保不住我 队友全部突进 都不管我 你看这皇子 身高瘾 天天往里面突 压根都不管我嘛 我打团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所以 有些东西队友不管你 我们的自己的一个意识 要到位 对吧 就是说 这就是我们团战的一个处理 立马得想到对方在想什么 队友一瞬间突进了 这不就是你们口中常说的 队友天天冲进去 压根没人管我吗 看这个奶妈 冲的比我还快 奶妈都冲进去了 然后导致她自己都被突了 你想想 这不如果咱俩也跟皇子一起突 估计咱我们这个位置 在奶妈方面都被突到了 这就很不应该 所以说 这从这里就能看出 打团的一个站位啊 我们小学生是知道 对方的一个想法 直接就在对面突进了一瞬间 往后站 从奶妈的站位能看出 这个人脑子里当时并没有想到 对面的人可能会突他 但其实这个人确实也是突 但是还是把他给撞到了嘛 这就是传说中的孤立无援 小法站在这里往前跑 奶妈站在这里往前跑 然后这个也往前跑 这个也往前跑 就我们一个人在后面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没有人管你吗 同理 所以说没有人管你 你就需要自己去找一个 输出的上的一个时机 输出完对你最有一个威胁的人 最有威胁就是看到那个猴子 再回头去收近战 然后在二技能留到最后 收掉对面生下来的一个双C 直接左A 那这波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可以冲上去的时候 前面可以不冲得那么快 你看这个女警 这女警的人头 居然还是这个青钢瘾的 这明明就是咱们的一个三杀 如果可以的话 这波相当于是青钢瘾 抢了我们的一个五杀 对吧 他又抢了我们的一个五杀 这就很气 这明明最后一波团 这波团明明是咱们的这个 打上的输出时机打了一万吨伤害 结果人头被这个青钢瘾也受到气 这就是刚才说的一个烈士团的一个第二点 抓单 还有第一点也说的是以多打少等等 这就是你们面对一些优势团 还有一些军事团 还有一些烈士团 对吧 你们得就是说打团的时候 得想的一些东西 团战打得好不好 真的很重要 别人不是说越到后面 越看哪边的AD 谁哪边AD会玩吗 哪边AD会玩 这波团肯定能打赢 所以你们有的时候 就比如说十把游戏吧 有八把 如果你每把都能和我一样 说的那些都做到 什么都能想到 然后不上头 顶多十把 你就说非常尽力的情况下 你要输个一两把 可以理解 有的时候难免 在所难免时代的大不动嘛 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你每一步都做到位 团战都这么 小心谨慎 时机把握好 你赢的都有八把 输的只有一两把 还能不上分吗 不存在的 如果十把输个八把 你跟我说八把队友 都是有问题的 我真的只能说 当你说说这句话的时候 首先把确保自己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时候 再说这句话 这个是 这一点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抓单的一个 注意点 一 面对有位移的脆皮 一智能 记得在对面 交智能之后 再交 例如霞 有R 对吧 EZ 有E 那么R过去之后 一定要走A之余 在对面 交这些保命技能的瞬间 利用E技能的拉开距离 或者是躲技能 就是说 你的技能不要一次性传不交了 不要E啊 R啊 传甩的 打这种有位移的 你肯定是有一个技能 是用来 接近他 交位移吧 这里其实之前放过一个素材 在小技巧片里面 杀那个女警 我们可以后面攻速快了 A还能减一的一个CD 然后R技能越来突进 二 是否突进过去 取决于你是否 知晓敌人的附近 是否有人 至少 虽然说 跟你们说了很多 就是扎单的时候 一些注意的一些东西 和之前说的一些 就是单杀的一些小技巧嘛 但是你们还是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你突进过去啊 你要明确知道 他附近 他的附近是不是有人 别你R过去 哇 你落地 传是敌人 那也太恐怖了吧 所以多注意地图的一个动向 确保你要 拖在那个人附近 并没有其他人 防止你R过去之后 结果一万个人在旁边 那你就 相当于是送了一步节奏 那下一秒 可能地图上就 传是问号 AD 你怎么在送 那就 多难受呀 而且 我们是一个有杀人数的AD 怎么可能会 做这种事呢 所以你们要是想单杀 抓单 多看地图 明确 心里有数的知道 他们的人 大概在什么位置 那有这样的机会的话 你再上去 就说杀他 肯定是可以的 好的 这看这个 大概今天要说的 就是说 你中后期的 主要还说是 团战问题嘛 因为很多人 他还是团战的话 做得不太好 所以 把你们理了一些思路 和注意的一些点 然后卡莎的一些 这些专精课的话 就 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看课程后 多去实战中练习 灵活运用我们收到的技巧 多注意关键点 将学到的一些东西 转化为自己的理解和打法 我们下次再见